早晨四点起来开始干活 一直到现在马上已经四点了 拖了将近一小天了 就剩我身后这间葱塔了 马上就要拖完了 马上就要拖完了 这一车呢装的是25袋松子 每袋呢都是100斤 都是提前定好秤的 够25袋呢 我哥就开车往家拉 够25袋就开车往家拉 这车已经装满了 这些就是吹出来的皮子啥的 你别看这个人 感觉这个子挺好的 其实吹出来的都是匾子 全都是匾子和空壳 都是这种的 这样咱就不要了 这袋松子呢 就是杂质太多了 它再拖口机器旁边 那个小口流出来的 这种就得重新再拖第二遍 把这个杂质塞一遍 一会重新整一下吧 但是过去的这个子 颗粒还挺大的呢 我以后我会想用了 这个子 就好了 就好了 这个子 你还有一些 一会儿 我以后就开始 我以后就想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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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排鞋 干了一小天的活 大家实在都太累了 明天开始拖这些 这些就是成袋的 还有大道边上放的这些能有20多袋 明天还得拖一小上午的松塔吧 就基本全部拖完了 下午呢 大家就开始把我们在山上搭的窝泡 其他的东西全部撤回家 剩下的时间呢 就是保护环境了 搞好卫生了 因为在山上住了小刘一个月嘛 所以山上的罐瓢瓢垃圾什么都有 一定要把附近的环境保护好 就开始清理卫生 期待我下个视频吧 开始在山上撤窝泡回家了